说到搞笑花絮,在众多奥特曼TV拍摄中,肯定是不会少的 上次阿泽做了两次搞笑花絮,讲到了初代无敌的凶大鸡 在拍摄的时候顶弯了中极格斗仪 还有维克特利的人间起祥,出演过陶人机探案三重的警察 许多小伙伴都问阿泽,祥饰演的是谁 现在大伙都知道了吧,唐弹的幕后BossQ,一定是瞎NQ 祥肯定是来调杀他的 今天我们再来挖一期搞笑花絮,绝对比前两次精彩 迪迦最后无数人心中的童年回忆,你绝对想不到他的花絮有多搞笑 相信最终第一吸引你的是迪迦,第二吸引你的,就是胜利队那充满科技风的基地吧 要不是看了幕后,阿泽压根不会相信 胜利队的科技,居然是这么的人工智能 那基地自动门的效果,居然是工作人员躲在暗处人工开关门的 而且因为看不到门那边的情况,有一幕众队员极极的画面 我们落在最后的Lina,一头撞上了大门,不愧是人工智能 可把我们的Lina委屈的,连工作人员都笑到了一大片 最搞笑的是,在幕后对各位设立的队员采访的时候 我们的追击双人组,大谷和星成开始了作妖 他俩在松松身后,星成抱着导弹,大谷一本质你的格纳擦灰 结果星成一个手滑 你俩怎么敢的,这玩意要是摔了,迪迦怕不是直接打结局了吧 大谷还给了导弹一麻掌,果然你真的是迪迦,就算打断扎了 你也能在他炸倒你之前,变成迪迦飞走吧 还有迪迦从十项苏醒的那一幕,这拍摄手法,着实有点牛 轮到护警,双人组又不安分,在镜头后搞怪 真的是打怪都不行,搞怪第一名 而到了Lina,双人组变成了三人组 星成也认回护警,三个大男人在Lina身后捣乱 结果我们的大谷一番常态,居然赶走了三人组 不愧是你,距离去外的这么有男友力 在拍摄银河S去场版,熬了石永世的时候 小光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武藏 闲聊之际,武藏听闻小光是在三岁看的高斯奥特曼 连忙问他现在几岁 当听到小光只有18岁的时候,武藏差点真惊 要知道,当时的武藏已经33岁了 活到的都全叔叔辈的人了 不够同名字两人,真就一点也看不出岁月的差别 你要说武藏现在看起来是二十几我都行 难不成这是现身的效果吗 距离你能变身高四千块形态,来吃那些不讲道理都该受 我想你练成这样,应该是为了去外也能吃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吧 以后应该能拎着阿泽的脖子,问我要不要讲道理了吧 下次解释高四,阿泽一定都跟你免言几句 只求你给我选择想道理的机会 众所周知,反差感是一种拍摄手法 例如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的奥特曼 去做一些不是他这个身份感受的事 会让屏幕神来我们有一种反差的感觉 例如经典的奈欧斯改房子 还有就是罗布奥特曼中 罗索出处废墟中小汽车的名照面 光在剧中看着,就感觉像是小朋友在玩小汽车 谁知道花出手的这一幕 看着更为搞笑的起来 连拍摄的众人都准不知笑意 作为剧中类似前行者的爱染成 更是欧布的死忠分 为了变身欧布,可谓是无所不用自己 结果去掉了变身特效 爱染成的变身怎么就莫名鬼述了起来 众所周知,火海永海两兄弟 在剧中的感情很好 谁知道在剧外,两个人感情也很不错 弟弟有时候还会鼓励拍戏的哥哥 哥哥也会时不时找弟弟聊天 甚至两人还玩起了小游戏 果然你俩才是奥特同弟 未免招摇也是 他在剧中的可爱,绝对是本色出眼 因为在片场,招摇就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人 时常四处闲逛,找老兄弟玩 这一脸可爱的表情,不愧是我老婆 还有在剧场版的时候 剧中有一幕是招摇遇到了小鹿 然后父子三人做了伪装才不演出监视 但是老爹只探头出现的一幕 非常喜感不说 怎么还像是他致敬某谈喊奥特曼呢 还有接下来三位人间体变身找地方 尴尬偶遇的一幕 八剧中只是看几遍想几遍 接下来这位在剧中满中出现的人物 深度体现了什么叫光的传播 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 哥哥火海迷茫时 去找了幼神的同学 如真的同学变成了沙马特 而沙马特小伙的母亲 在剧外其实是盖亚奥特曼中 是演XIG实施队上的妻子 这可太让阿子感动了 光的意志果然是会传播的 剧中的一家子 非常的喜乐融融 剧外可是真的像一家子一样 有次招扬被两兄弟上校 他反手就是父亲测试的梅膏装 结果父亲跟真的一样 装罗装要收掉了两人 可以说 罗布奥特曼这部作品 真的深刻体现了清醒这一羁伴 虽然罗布TV结束了 但是他们也上次的故事永不完结 你绝对想不到 初代奥特曼的拍摄花剧 到底有多搞笑 在第一集初代大战满波拉的时候 由于初代皮套演员没有站稳 导致他在甩满波拉的时候 一个亮枪导致自己被甩飞了 好家伙 伤得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 让你初代玩得这么流 这样的镜头还有不少 例如本来要去摧毁楼房的凯罗尼亚 由于视野很差 被地面的设施半岛 差点摔在了大楼上 要是那当时的模型大楼做起来很难 要是因为不小心摔倒 撞回了大楼 那导演可就太难受了 我们都知道 在拍摄一些特技镜头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用玩具或者模型来代替 就比如初代和怪兽空中宣众的这一幕 本来应该是怪兽被装飞爆炸 谁想我们的初代模型 居然被装追击了 简直是大型乌龙现场 还有初代被绝对拿死的那一幕 好好的倒在地上 怎么还动了下手呢 原来是遮住了计时器啊 俗称凹的扎实 看了花絮才知道 哥莫拉实在是太难了 上一期在花絮中被当过尾 这次又被初代手撕大脚交单位 属实心疼哥莫拉 皮套炎的艰辛 大伙都是知道的 起初阿泽以为 因为皮套由衷 视线又不好的关系 还有居住的那些爆炸效果之类的 虽然危险 但最多也就是有点轻伤什么的 但看了初代的拍摄过程 才知道原来在那个年代 不知谁的特效技术 导致他们的很多镜头 都是真实发生的 扎米拉身上着火的这一幕就是 燃起来都是真真切切的火焰 若不是有工作人员 在拍完之后帮忙扑灭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因为皮套演员 由于视线的关系 小的火焰他可能是看不到的 而等他看到的话 已经都快成熊熊大火了 再加上穿着厚重的皮套 可设计的问题 只能从外部脱 所以当时的皮套演员 真的是用声明在演戏 大伙把辛苦了打在公屏上 特里加绝对是一部非常可惜的作品 众所周知 特里加在网上的评分 迄今为止 还是历代奥特曼TV中最低的一部 被许多网友不看好的罗伯奥特曼 评分都比他高很多 但是如果看了花絮 你只会觉得特里加是真的可惜 今天我们就来解析一下 特里加的拍摄花絮 以及他为什么可惜 相信大家在看的时候 唯一一个爽点 就是特里加中的打戏 最近他的导演是版本浩一 被称为打戏之神的男人 而且人还是成龙大哥的粉丝 深度借鉴学习了成龙的电影 所以打戏方面才能如此的优秀 先是特里加的首次战斗 为了营造出火星上的感觉 制作组又是人工洒水 又是搞了许多泥巴布在路上 不过这颜色 就把不小心给火星去了真的 作为观众的我们 拍下来的第一感觉肯定是爽 但这种环境 对于皮套演员来说 真的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双手折磨 再加上泥巴这种东西不好控制 打着打着就会粘在眼睛上 还需要工作人员 实不实用水擦拭 拍摄起来非常麻烦 第一集的亮点还不止这些 制作组拥抱着破绽的风险 嘴围的炸起了模型 由于模型制作起来非常费势费力 光这个哥尔巴模型 制作组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拍摄的时候不能移变过 就得再花一个月的时间做模型 风险极大 随时杀药按着完成 爆破组按下了按钮 好在运气不错 这一幕移变过 最终的效果也非常惊艳 最为敬艳的 相信一定是特雷加 被打贡垂上大楼的这一幕 在拍摄之前 工作人员首先从特雷加 交互照射的那一面 做成泡沫的 然后在大楼中 持入一个钢板 以防皮套演员力气太大 直接将大楼管穿 挨打的环节结束之后 再从另一面 拍摄特雷加被垂上的上面 拎骨风机和碎线 爆炸之时开启骨风机 完美地复合了大楼 被灌穿的真实上面 这也离不开皮套演员 在拍摄之前的周四联系 效果一看就知道 是用了极大的精力 到了第二集结尾 原来的达贡和特雷加的 当下视角 其实有许多镜头 是靠绿幕合成而来 绿楼旁边的大楼等 然后利用多台摄影机 配合皮套演员 进行跟踪拍摄 一场憨上淋漓的战斗 就呈现在了大家眼前 就是一秒的镜头 远古整整花了十万 远古的拍摄 究竟有多细心 面前这个威缩模型 在区区中出面的时间 不超过一秒钟 但就是为了 这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制作组按比例 专门搭建了这个 微型办公室 大到办公室 小到桌上领域的文件 甚至连字都一一复合了下来 简直跟真的一样 与之搭配的 还有微型走廊 再配合模型大楼 就为了一个完美镜头 不得不说 这一幕看起来是真的真憨 这还只是在花曲中 最终的效果就更不用提了 前期最精彩的 莫格尔特雷加以斯特拉姆的空站了 两位皮套演员在户外 吊着威亚白脸的无数遍 虽然没特效看起来憨憨的 但阿泽光看跨去 就已经能想象到 加了特效之后的画面了 有趣的是 一个尼斯作为黑暗特雷加的人间体 在拍摄变身画面的时候 曾经多次吐槽 黑暗超越之药 完全上半仅变身其中 为此还恩基了很多次 搞得他都有点怕变身了 这话 千万不能让加古拉听见 人家千辛万苦 爬战士之爹都没拿到力量 你倒是轻轻松松捡到了力量 居然还不想变 要是被加古拉听到 他绝对会提示蛇心剑赶过来 终于到了第七集 欧斯超人前来客串 身为后背的剑武 赶紧请教了个问题 问他变身的时候有什么小门 结果姚灰只回了两个字 感觉 听了剑武一愣一愣的 像是说了什么 又像是什么都没说 大致的意思 却是让他不要太紧张 姚灰的剑武 也传到了同样变身困难的 伊格尼斯耳中 两位难修难地 也是对超越之药 插不进变身器发表了吐槽 贱武说 自己在拍摄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练习的时候就不会 而伊格尼斯 则在拍摄和练习的时候 都插不进 贱武听闻 缓缓地问问他 与伊格尼斯气得鼻子都歪了 后续达达出场 利用超多努力 通知一大群小汽车 踏向核塔合到临家 剧中被车砸 花剧中也是被车砸 一大群工作人员 朝他们人小汽车 主持有点细感 要说光的传承的话 就不得不提金钱光国了 虽然他现在年龄不小 但在55年前 他就是看着奥特曼长大的 还带来的迪家中的胜利飞燕好 为了这一幕画面 制作组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搭建了几库 还致敬了招活的开山几库 赤梁拉满 到了卡姐的株上 平常都是作为身友的他 今天终于真人上街了一次 看到我老婆开心 阿泽也很开心 众所周知 TBC的战力代表 是内作明为护士姐姐的基地 能在各种形态之间来回变换 但为了确定在剧中的效果 制作组居然先用齿弧了一条 NAS第四号 还有五龙的方式展现他的效果 属实是绷不住了 在拍摄特曼长与黑暗特曼长的对手期时 为了体现黑特速度方面的优势 暴剧组特地准备了速火线 这是一种燃上速度极快的高火线 只要点燃 几乎能在一个眨眼间烧完 制作组将其潜在了 黑暗特曼长角的景物中 然后点燃 在后期加上特效 效果非常的完美 终于到了迪迦的主场 与托里加特的严实战斗 看着阿层是热血沸腾 虽然空战那部分都是威亚加特效 但是拍出来的效果 实在是太经验了 你知道为何怪兽摧毁建筑的时候 会如此的滋滑吗 暴剧组在接到相关剧情的时候 会准备很多道具房屋 他们的材料 基本都是石膏版 由于石膏版的硬度略微有点高 所以在拍摄之前 都会先用小刀进行掀割 划出许多道掀口 方便提到演员将它轻松烧碎 为了不被观众看出来 道具组还在窃口上进行了补测 颜色一步 慈好看不出环卧的分析 不得不佩服道具组技术的高超 然后在天上亚克力 制作的小型锅里招呼 拍摄的时候 效果好到离谱 花了一周时间被做出来 沉寂了这几秒钟的镜头 也算是完成了使命 你知道阿波拉斯 托斗溶解细体 溶解房屋的那一步 是如何拍摄的吗 首先 道具组用碳酸细体 喷在没有倒塌的大楼上 然后准备一栋损毁的大楼 用起爆机 加上类似沐浴露一样的溶液 就会产生大量的泡泡 再将其撒在破损的大楼上 再喷一次碳酸细体 将两个镜头合成起来 正成了大楼被溶解的镜头 最后走到了大局局的拍摄 有一说一 特利加与梅加洛杰的水上战斗 一眼就能看出 是为了致敬低加 但特利加的水战 是被观众吐槽最多的一幕了 水石的深度 还没有录上的积水神 而且也没有沉入海底的画面 致敬都没有完明白 从话剧中不能发现 特利加的制作 绝对是精良的 每一幕都是所有人 尽心尽力达到的 但由于负责小本的酒迷之数 能力不足 导致这部剧 制作无比精良 剧神口碑却直行下滑 当之无讳是心心态宗 最为可惜的一部作品 这是奥特曼时尚 被誉为最好看的剧场版 大古的回归 和奥特兄弟的出阵 纷纷让观众直呼喊猫炸裂 但你知道 制作如此精良真爱的一部电影 背后的拍摄花絮 到底有多有趣吗 影片的开头 是全篇最费功夫的场景 从空中展现了大古选择后 繁华的横冰 而这整个城市 从一棵小草到高楼大厦 全部都是用CC制作的 制作的时候 在11以前制作的旧城市CC为基础 结合现在的航拍照片 以及俯瞰图等 在二维平面上 依据俯瞰图 慢慢添加上房屋楼房的3D建模 然后添加上光源 再上整体色调 调成偏向复古的棕色 银色繁华 且逼真的城市就出现了 这还只是剧中大古小时候的镜头 到了现在 为了拍摄和妹的选择镜头 工作人员 只能来到幻想大条拍摄 但因为电梯到不了最上层 所以那些拍摄工具 全都是工作人员 用人工传递的方式送上去的 好但这些辛苦没有白费 拍摄到的场子确实不错 接下来 就到了大古骑自行车的画面 如果你看得细心的话 你就能发现 大古的自行车上 却是胜利队的铁匙 这一波叫我知情我自己 大古独情奥的兄弟开的店 例如早年纪的自行车店 朱星团的餐厅 值得一提的是 朱星团老爷子貌似很喜欢餐厅 在现实世界的日本中 老爷子就自己开了一家餐厅 还有商修书的汽车修理店 最后则是北走的面包店 韩正全都是纸巾 到了公司大古发现 所有员工都在看着外面 没错 正是当时的海市蜃楼 而在大古人眼中看到的 则是破坏不堪的世界 满地的怪兽 以及迪迦和东卫光之巨人 其实光这个几秒的画面 后期制作的时候 就需要多种元素来进行合成 才能制作出想要的效果 立目前的迪迦 就先叠加一层天空的镜头 然后加上滤镜 再叠加其余的奥特兄弟 C7合成镜头 光有这些还不够 最后再加上杀豹的特效 我们站在立目前的迪迦 才会变得跟在战场上一样 在孟比欧四十年底 首次跟大虎会面的时候 我们的武士兰 其实早上没睡醒 拍着拍着就打了个哈欠 看来说奥特曼也不轻松呀 不得不说 远古的化妆师 是真的让人无话可说 丽娜可是当时 为我们称作童年女权的存在 结构到了超巴的化妆师手中 这形象 阿泽就不多说了 虽说是平行世界中的形象 不能和迪迦中的形象一样 但你看这一幕 随便抓一位路人 造型都比丽娜好看 远古化妆师在此稳定发挥 这应该跟隔壁东映好好学学 由于丽娜跟早前是妇女关系 她俩在剧中 也适与了一对妇女 另一边的相救术 也不甘示弱 找了自己的女儿饰演角色 回到早前的自营之状卖店 台子上的一幅画 引起了她的注意 原来制作主了解到 黑不尽很喜欢非洲 所以专门找了副关于非洲的画 排放在店内 不得不说 是真的良心 我们再看北斗 由于老爷子的人员很好 跟谁都能弯得开 所以五十蓝拍完自己戏份的时候 还来北斗的面包店才关 结果就被老爷子揪过去一顿心 这关系属实是真的不错 终于到了跟主持人有关的拍摄 就是大古在红杖黄面前 看到了破坏房屋的格斯拉网 由于房屋模型 制作起来费时费力 每一处细节都要格外注意 所以在拍摄之前 工作人员会跟怪兽的皮刀演员 用纸箱搭建一些类似的房屋 让他提前排练几遍 为了让怪兽更好的破坏 法屋模型都会提前 用小刀在上面割一些口子 再用颜料补上颜色 这样就看不出差别 结果在皮刀演员书变的排列 和道具组进行的准备下 一场精彩的怪兽破坏房屋的戏码 就呈现在了大家眼前 到中场休息的时候 小梦找到了自己的偶像大鼓聊天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碰面 平成的开始与平成结束三分钟 能让多少人言心回呢 聊天之际 大鼓问小梦多少岁 听闻小梦只有21岁 大鼓豁然该让他明白 小梦小学的时候 电视里播放的 这是他所饰演的迪迦奥特曼 而小梦就是看了迪迦 他打算自己也成为奥特曼的 同样在大鼓小时后 电视上播放的是 《香热术》的杰克奥特曼 所以长大后也变成了光 所以说光的传承无处不在 上午我们说过 肥刀老爷子人缘也非常好 还很简单 这部他跟大爷一部这部电影 首次见面 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完全不像是第一次见面那么生疏 反倒是像许久未见的朋友般 果然饰演广东人 互相都有一种心血感 剧中小梦和大鼓 看到房东王出现的镜头 其实全是由丽木合成而来 首先是大鼓和小梦 跑向丽木的镜头 然后再找一处公园 开设波段上的石井镜头 再找一处高点 开设远处房屋的镜头 将两者合成在一起 就成了一个完整的镜头 最后才将我们的大鼓和小梦 叠加进去 阴眼中的地面 合成上龙嘴峰和房东王 真实感扑面而来 战斗的时候 后期还会添加上 爆炸和房屋损坏的特效 从城边中看 你说这是真的我都信 街道的居民也都开始逃窜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制作组找到的巡演 拍摄时 将到了分成十人一组 然后又特色演员带着他们跑 虽然场面非常震撼 但怎么有人跑着跑着 还笑了起来呢 然不成这一切都是你计划的 接下来是西波利特杏人的登场 让人没想到的是 表面杏人就算站在地上 都要用到威亚 而威亚控制的 居然是表面杰人的嘴 然后是迪迦和平成三杰的变身 凹着兄弟的灯烧 看着这一幕 魔人转都能燃起来 随着其他演员 最后一幕开弯 众人赶紧穿上了大衣 毕竟这可是修冬剧的新生 早上的寒风非常的刺骨 不过为了下戏 制作组也是送上了温暖 他们都收到了 来自制作组的鲜花和礼品 唯独我们的炸骨 收到了迪迦 亲自作组的鲜花 而且居然 还带着鸡家跑了 终于到了全剧 最帅的空战打戏 别看剧场的效果非常猫 其实这3D模型制作出来 还没有合成特效的之后 看起来非常的差 跟动画店一样 最后就让我们欣赏下战灯打戏吧 银河变弱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这次还是导演给出的答案 众子周知 在奥特曼中 有许多角色 有时候强有时候弱 特别是在奥特银河格斗 这种有大量群体战斗的场面 之前塑造出奇景无敌的Boss 在这里都被轻松解决 说是炮灰都不为过 比如曾经杀死书带的结盾 到了新生代中 全部都为了经验宝宝 你能说书带弱吗 书带当然不弱 但又不能说结盾变弱了 毕竟导演还给他加上了 什么强一之前所有结盾的设定 况且新生代中 还曾出现过 学着超越结盾的存在 什么害怕结盾 恐怖人结特什么的 就算是曾跟赛加五五开的怪兽 也依旧逃不过新生代奥特曼的手 这种初登场很敲 之后却被弱的情况有很多 导致大伙对自己喜欢奥特曼的战力 变得无法预估了起来 而导演奥特银河格斗一的版本 终于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想法 原来在之前所有的拍摄中 为了体现新增长怪兽的合法战力 总会用大伦的篇幅去铺垫 例如用一整部奥特曼专辑 来塑造小霸决的同步 和赛加奥特曼的墙 这时他们开设下来 觉得最容易塑造出角色强大的办法 在自己的主场中 他们非常的强 而他们一旦克战到别的局中 不可能再用大伦的篇幅描写 因为像银河这种剧 一集中会增长大量的怪兽和奥特曼 每一个角色的战力 都用大篇幅去塑造的话 会非常费之魅力 不可能为各自的战斗 挤出那么多时间 但为了不让角色 表现得比当时弱 版本在保持每个角色的战力特点的同时 严格控制的每位角色 战斗技术的长度 因为为了分出各自的胜负 不能让奥特曼的打斗过长 不然大伙会觉得 奥特曼不战这么久太弱了 也不能让怪兽上场就被秒杀 如果那样的话 会觉得怪兽被削弱了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 版本会安排 让双方的战斗都举进贤力 但由于银格的篇幅真的很短 还是会有不少人觉得 某个奥特曼太强 某个怪兽太弱 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总的来说 所有怪兽在自己的主场都很强 在客战的时候实力也不弱 只是由于篇幅限制 无法完全拍摄出想要的效果罢了 银河憋戏了那么久 看来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在奥特曼中 经常出现正义的多打一现象 例如新生代全员 做一个格林姆德 还有在银格中 全体新生代也打奥特杀手 虽然正义的多打一 是常有的事 背景很多是巨型需要 但版本为了避免大伙 觉得奥特曼一度打扫 每次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会安排反派那边 获得新的力量之类的 就拿奥特杀手来说 虽然前期他很轻松地被消灭了 但他新出了怨念之后 奥特杀手巨大化舌力飞涨 这就跟众多奥特曼的舌力平衡了 说到银河的时候 版本觉得由他拍摄的银河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果然银河是亲儿子是谁了 而新女儿肯定就是格力小了 你知道利普特奥特曼的格斗术 到底有多小吗 在剧中 利普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奥特曼 其特点就是与众不同的超过格斗技巧 因为剧中有大量的肉搏剧型 或者凸显出利普特格斗方面的优势 版本在拍摄的时候 尤其出于了利普特的了解力 他发现 利普特的格斗机没有班卡苏拉 这种格斗机的特点在于 在与对手形成格斗的时候 特别是拳斗方面的较量 会先抓住敌方袭来的手 再换手进行反击 例如敌方以右手一拳打来 向右边的利普特会先以右手接拳 因为在格斗技巧中 这样接拳能够好的发力 而在位置上 利普特的左手攻击 已经被敌方的右拳和自己的右拳占据 这时再打出左拳不好发力 所以会在接受拳的那一刻 瞬间换手 再打出一记有效的拳击 这就是班卡苏拉格斗机的特点 就会破坏别人袭来的拳头 这样最后让敌方短时间内 失去这只手带来的破坏力 然后再趁机袭击对方的腹部 这类的弱点处 这也是这种格斗器的特点之处 就是因为版本 非常注重这些格斗上的精髓 利普特才迅速且深刻的被我们记住 他拍出来的打西情节 更被我们称之为远远的神 威亚是奥特曼拍摄中的灵魂 没有了威亚 会失去战斗中的多彩性 只有灵活运用威亚 才能拓展表演的幅度 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版本在拍摄银格之前 最紧决定 此篇章全部使用威亚来进行拍摄 像奥特曼的后攻番 都是人工在后面将手吊起 完成后攻番 还有一些空中转快视角的镜头 是小绿人帮助提到演员完成动作的 当然不可能每个镜头都用 只会在关键镜头大量使用 这也是自超一颗转手以来 版本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 不过从效果上来说 这次尝试 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怎么在花旬中 所有奥特曼都在修 所有维克特力在识别呢 版本为什么被称为细节怪 我们都知道奥特曼的数据 几乎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奥特曼的速度快 出招最快 而赛罗就是这么一位奥 所以为了凸显出 去中赛罗的出招速度快 给他的打戏安排也非常连贯 招招迅猛有伤害 而在拍摄速度方面 没有赛罗快的奥特曼时 这会让他的打戏稍微慢一点 一期一期的展示给观众 根据每位奥特曼的特点 来改变拍摄手法 要不是版本这么收了 阿德都不会注意 这地方还有将军呢 在拍摄之前 分镜是必不可舍的准备工作之一 版本这个人吧 画画不好还是喜欢画 俗身又菜又爱玩 不过虽然画的不好 但传达的意思可真实到位了 虽然看不清上面画的都是谁 但能看到相用的镜头时 还是能一眼认出画中的角色 奥特银河格斗之所以那么好看 可以说版本占了很大的功劳 毕竟作为打戏无敌 文系拉垮的版本 会以开最后一部作品的想法去拍摄 这也是为什么奥特曼系列 制作能一直这么优秀的原因 而在本周五 相互上映奥特银河格斗3命运的冲突 阿德会第一时间 呈现在大家眼前 请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